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 歌手宇成庆在多年前的一次演唱会上, 唱到这句歌词时,尽情不自禁泪洒现场, 而让他落泪的这首歌《春泥》, 由他谱曲演唱,依能静负责填词等。 那时候他们还在一起,然而时过境迁,造化弄人。 多年后的今天,两人已经离婚并重新组成了家庭。 与成庆在演唱这首歌时,仍然会因响其往事而黯然神伤深情落泪, 不禁令人动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段曾经坚守了23年的感情? 最后的散场又为何会导致两人名声受损? 他们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与成庆。 依能静参加了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收获了不少话题。 节目里的他十分青春有活力,看上去才30出头,实际上已经50多岁了。 而且是这群姐姐里最年长的,已经出道34年了。 依能静容颜的保养友方和好心态,让节目里的其他嘉宾们都非常羡慕。 而他也因为耿直的性格和坦率发言,一时间成为话题女王,博得了不少关注。 正当人们以为,依能静的事业即将迎来第二春的时候,他采访时的不当言论,又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因为在节目里对同行的业务能力指指点点,以及对梅艳芳的感情生活说三道四, 依能静被观众指责消费王者,招到了全网的一致抵触。 然而就在网上一片骂声之时,宇成庆站了出来,点赞了支持前妻的微博。 多年前上康熙来了时,小艾斯曾问过宇成庆,有人说依能静的坏话,你会帮他出气吗? 当时宇成庆斩钉截铁地说道,肯定啊,我很不爽。 时隔多年,虽然已经分道扬镳,但宇成庆还是如采访中所说的那样, 履行着当年的承诺,关键时候出来挺前妻一把,或许他心里一直都未曾放下, 有一块地方一直是留给依能静的。 1987年,宇成庆参加了一场慈善活动,认识了小他八岁的依能静。 当时的依能静刚满18岁,初次见面时,甜美可爱的家人瞬间就俘获了眼前的大男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宇成庆提出了表白, 依能静对阳光开朗的宇成庆也颇有好感,于是两人便走到了一起,正式确定了关系。 但碍于一人的身份,他们迟迟没有公开恋情, 两人经历了长达14年的爱情长跑, 才于2000年的2月14日,在美国登记结婚。 宇成庆结婚后十分疼爱依能静,知道妻子属于过敏体质, 被蚊子咬到全身就会起红疹, 所以他经常彻夜安慰哭泣的依能静,非常有耐心。 还有依能静跟小S出去鬼混, 醉到人躺在污水里不省人事实, 回到家后宇成庆也没有一句指责, 默默给他收拾,包容性十足。 当依能静被查出子宫患有肿瘤, 很有可能不能生育时, 宇成庆也义无反顾地对他说, 无论手术结果如何, 自己都会娶他,在儿子小哈利出生的那天。 宇成庆全程陪在依能静身边, 给他唱《情非得已》, 他还保留着当时依能静生产时的病号符, 两人第一次去看演唱会的票根, 宇成庆也都收藏着, 可以说依能静嫁了个很浪漫的人。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家里除了自己还有六个姐姐, 所以出生时, 亲生父亲看到等来的不是个儿子, 便残忍地选择离开家庭, 而母亲也把父亲出走的责任, 全都归咎于依能静, 认为就是他的降生, 才导致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不受父母待见的依能静, 之后被辗转送到亲戚家寄养, 自小受尽了白眼, 这样的绅士, 自然养成了他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性格, 而宇成庆的出现, 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 让依能静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爱。 然而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 因为一个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公子, 一个是家境贫寒的小太妹, 身份上的差距, 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承受了来自外界太多的非议, 特别是来自与成庆原生家庭的阻拦, 让嫁进与家的依能静颇感压力。 与成庆家族的显赫背景, 据说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他祖先历代都是名人和学者, 祖父云希还曾就任云南省昆明市市长, 创办了当时云南省规模最大的烟草公司, 至今云南还有他们家族当时留下的庄园, 而其父亲则是台湾政界的知名人士, 母亲张正芬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是国宝级的京剧名领, 所以书与成庆的家族, 从古至今都是一脉相承的豪门大族。 正因如此, 宇妈才会觉得这个儿媳妇拿不出手, 身份更是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以至于从依能静嫁进宇家的那一天起, 就深感抬不起头来, 紧张的婆媳关系哪怕在儿子哈利出生后, 也未能得到缓和。 结婚后, 婆家的苛刻让依能静有些喘不过气来, 而那时候的宇成庆, 因为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也疏忽了对他的陪伴, 导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依能静时常跟他发脾气, 种种矛盾让这段婚姻关系开始产生裂痕。 2008年, 在大陆拍戏的依能静与黄维德相识, 随后被狗仔拍到了两人食指相扣, 牵手过马路的照片。 消息爆出的当天, 有媒体拍到宇成庆在菜市场抱着儿子哈利买菜的照片, 大家都为好好先生宇成庆打抱不平, 谴责依能静不守妇导, 然而事发后, 宇成庆却没有在公共场合说过宇能静的一句不适, 反而尽全力维护妻子的名声, 事后还买了两张去日本度假的票, 带有挽回婚姻的意思。 牵手门导致双方的名誉及失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其实早在牵手门之前, 好友张宇就有暗示宇成庆, 留意一下自己的老婆宇能静, 但宠妻心切的宇成庆, 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话? 他博弑了张宇的提醒并宣布与之绝交, 有人说事情闹到这个田地, 怪只怪宇成庆对宇能静宠爱过头了, 可惜他付出的种种, 最终却没能换回相等的回报。 2009年3月20日, 宇能静单方面发表了离婚声明, 结束了长达9年的婚姻生活, 离婚之后, 面对媒体采访时, 宇成庆必口不提关于前妻的事宜。 2012年, 宇成庆在《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评委, 随着节目的大获, 他也迎来了事业上的右翼高峰, 与此同时, 网上传出了他与成员无莫仇同居的消息, 但当事人双方发言澄清了这一绯闻, 直到离婚后的第六个年头, 宇成庆被曝出了 与比自己小14岁的民事主播张嘉欣的恋情。 次年6月, 两人正式领证步入婚姻殿堂。 前不久还有新闻传出, 宇成庆豪至2.76亿台币买下名贵学区房, 张罗着与张嘉欣养育的一儿一女今后升学的事情, 对家人隐私保护一向周到的宇成庆, 更是在社交媒体晒出了全家人一起爬山的照片, 可以看出儿女绕夕的她, 如今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 而依能静离婚后也遇到了小她10岁的东北演员秦浩, 两人婚后频频登上真人秀, 节目里掩盖不住的甜蜜一出屏幕, 也可以看出生活中的秦浩是个宠妻狂魔, 小女人的依能静被宠得幸福感满满。 宇成庆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眼睛受伤的图, 并配文调侃表示, 忽然心头一震, 莫非有妖孽作怪, 待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大爆花看个明白, 虽然话语轻松但配的图却相当吓人。 照片中, 宇成庆右眼正长, 左眼球却微微向外突起, 稍有血迹。 其实, 这并不是宇成庆第一次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眼睛受伤的图片了。 早在2018年7月份, 宇成庆就发过一张眼睛明显瘀青发紫的大头照, 但当时宇成庆解释称, 其实这是自己刚刚一岁的女儿, 在睡梦中时不小心用头撞到了, 所以才变成这样, 同时她还打趣地告诫大家要防止幼儿这种有杀伤力的武器。 近日, 依能静在采访中首次提到了与宇成庆的婚姻, 并直言这段婚姻之所以会失败。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 消息曝光后引发很多网友的讨论。 随后, 依能静提到了与宇成庆的婚姻, 那时候的两人一直都被外界祝福, 郎才女貌, 还有一个可爱帅气的儿子。 依能静认为, 我应该是有安全感的, 但当时并没有把自己修炼好, 因为家庭的问题, 与妈妈没有和解, 这些都是我自身的原因。 依能静透露,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自己心智还未成熟时, 就出来工作了, 进入娱乐圈后, 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后来与宇成庆在一起, 导致两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依能静表示, 丈夫并不是你的医生, 他没办法去治愈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原生家庭。 依能静曾对儿子说, 你爸爸特别好, 而哈利却回应, 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由此可见, 哈利并没有怪爸妈离婚, 相反还能够理解妈妈, 能够为双方着想, 依能静在教育儿子方面还是不错的。